大家好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Binary Tree以及便利它的方式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Binary Tree的基本概念就是 我們每一個節點都會 由左節點跟右節點 延伸出來 有可能延伸出來的是一個確實的值 也有可能延伸出來 是一個空的now 所以實際上這個Binary Tree 更完整的表示方式是 把所有now的地方都表示出來 比如說我們這個3的節點 也有兩個左右指節點 但它們分別都是now 我們用XX來表示 那我們去走遍所有節點的方式 主要有兩大方向 而這兩個方向 都是用DFS的方式實作的 而DFS就是深度悠閒 我們先來介紹第一種 DFS Left 在這種便利方式 我們會一路的向左邊走到底 有一種感受就是 一看到可以左邊走到底 就會很興奮的往左邊走下去 那我們現在衝門的 根目路5這個數字開始 從5我發現 左邊有一條路可以通到底 那我太開心了就走到底 從5的節點到2再到1 再到1下面的左節點 發現是一個now 到這邊我們就必須退回去 所以我們退回1 再來我們去探測一下 在這個1節點的右節點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條路 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 我們來看一下 啊 又發現又不行 是一個now 所以我又被迫回來有點沮喪 那既然1左右都沒得走了 那我就退回2 那我們這次再來看一下 在2的右邊 是不是有路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呢 發現這邊是一個4 是一個實體的直 那我現在又超興奮的 因為我發現 我左邊又可以一路通到底了 那我就走走 走到3 再往3的左邊走 發現一個now 那沒辦法 就要再退回去 那我再看一下3的右邊 是不是有路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 發現啊 又不行 又被擋住了 所以我再走回來 既然3左右兩邊都不行 那我就回到4好了 那我再來看一下 4右邊那個節點 是不是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 我發現 啊 又不行 又是一個now 那我只好走回去 運氣也太貝 那4的兩邊都走過了 那我們就退回2 2兩邊也走過了 那我們就退回5 回到我們跟節點 到5之後我發現 啊 太棒了 5右邊還沒走過 那我們去探測看看 右邊那條路 是不是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 哇 然後發現 是一個6 是一個實體數字 那我太興奮了 所以我往左邊走到底 太開心了 那我們走一步 啊 又發現又遇到now 不過沒關係 至少走了一段 那遇到now 那沒辦法 就只好再回去6 那我再看一下 6 右邊有沒有路 可以讓我走到底 發現有耶 太棒了 那我就一路從7 左邊走到底 那一樣 7左邊是一個now 我們就再回去7 那我再看一下 7右邊是不是有路 可以讓我左邊走到底 發現可惜 啊 又是一個now 被擋住了 所以我只好回去 7既然左邊右邊都走過了 那我就回到6 那6 左邊右邊也都走過了 那回到5 最後回到我的根結點5 發現左邊右邊也都走過了 那我就全部走完了 所以這整趟路程讓我感到舒爽的地方 只有4個 從5一路走到底 跟從4走到底 跟從6走到底 跟從7走到底 所以以上我們這個方式 就是一個以深度為優先的探索方式 名叫DFS 而這次我們的主要探索方向 是以左邊為主 所以每次看到左邊可以走 都會感到很興奮 那在這個DFS left的走法下 我們會常聽到三種便利的方式 英文叫做traversal 首先第一種方式叫做preorder preorder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遇到一個節點 就馬上把它的值給印出來 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重跑一次 來看看什麼是preorder 首先一樣我們從根結點 左邊一路跑到底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照順序印出 5、2、1 那再來 遇到了nowXX之後 我們就回到1 再往右邊走 再退回1 再退回2 然後 再往右邊走 然後 遇到4 我們就把4印出來 到了4之後 我們又發現可以左邊走到底 那我們就遇到3 再把3給印出來 然後 3的左邊 遇到XX 退回來 然後再往右邊走 再退回來 結束之後 再退回4 再往4的右邊走 再退回來 4結束 退回2 2結束 退回5 那這邊左邊就結束了 再往5的右邊走 發現6 那我們就直接印 就多一個6 然後看到6之後 發現可以左邊走到底 那馬上遇到一個XX 那就退回去 然後再往7走 一遇到7我們就馬上印出來 那再來呢 看到7又發現可以往左邊走到底 那就走 遇到XX 退回來 再往右邊走 再退回來 7結束退回6 6結束退回5 到這邊結束 我們preorder就會印出5214367 這個就是馬上印的結果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inorder的話呢 inorder就是從左邊回來後才印 什麼意思 那一樣 我們來從頭示範一次 跟目錄下來 一路左邊走到底 我們這一路都不會印 直到我們遇到1 左邊那個XX之後 退回來 這個時候就發生了一個 從左邊回來後的狀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1 印出來 再來1就往右邊走 看一下 結果發現 是XX 那就退回1 1結束 那就退回2 又再度遇到一個 從左邊回來後的狀況 所以這邊就把2印出來 到了2之後 我們就往右邊走 發現4 那我們又可以往左邊走到底 遇到XX之後退回來 那這邊我們又遇到一個 左邊結束的狀況 那我們就把3給印出來 到了3之後 再往右邊探索一下 發現不喜退回來 3結束 退回4 我們這邊又發生一個 左邊回來的狀況 那就把4給印出來 那再繼續往4的右邊看 發現XX退回來 4結束 退回2 2結束 再退回5 這邊又一次 左邊又結束了 所以我們把5給印出來 到了5跟節點之後 我們往右邊看一下 發現又可以往左邊走到底 那我們就走 然後遇到一個XX退回來 這邊就又發生一個左邊結束狀況 那我們就把6印出來 再來我們往6的右邊走 看到7 發現又可以左邊走到底 遇到XX回來 那又發生一次左邊回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把7給印出來 好了之後繼續 7 右邊 遇到XX退回來 那7結束退回6 6結束退回5 到這邊跑完 所以我們Inorder就會印出 1234567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個就是一個由小到大的結果 所以Inorder 是一個還蠻實用的便利方式 接著我們來看到Post Order 什麼是Post Order 它的規則是從右邊回來之後才印 那一樣我們來演示一次 一樣 從根目錄5 一路走到底 過程都先不印 遇到XX左邊回來 還是不印 那再來往1的右邊走 發現XX退回來 那這邊我們就發生一個 從右邊回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把1印出來 那1結束 退回2 到了2往右邊看過去 發現4 又可以一路往左邊走到底 最後遇到XX退回來 再往3的右邊看過去 發現XX退回來 那從右邊回來印出3 接著3結束退回4 再往4的右邊看 遇到XX退回來 再次發生右邊結束狀況 那我們就把4印出來 接著4結束退回2 再次發生右邊結束狀況 再印出2 那2結束我們就回到5 再往5的右邊看過去 發現6這邊可以左邊走到底 那我們就走 遇到XX就退回來 接著再往6的右邊看過去 發現7又可以左邊走到底 然後一樣 遇到XX再退回來 再往7的右邊看過去 遇到XX右邊退回來 所以將7印出來 那7結束退回6 再次發生右邊回來狀況 再印出6 而6結束再退回5 再次發生右邊回來狀況 最後把5印出來 所以最後我們的PostOrder這個方式會印出 1342765 那到這邊我們最一開始說過 遇率的方式是DFS沒錯 但有兩種 一種是以左邊走到底為方向 而另一種是以右邊走到底為方向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 如果是用一個DFSRight 以右邊走到底為主要方向的話 我們整個走的路線會改成這樣 那這邊老師快速的講一次 從我們的5根目路開始 我發現右邊可以走到底 那我就很興奮的衝下去 遇到XX退回來 左邊探測一下 再遇到XX再退回來 再回去再下去再回來再回來 5這邊左邊探測一下下去 遇到2 發現這條路可以右邊走到底 那我們就下去 遇到XX退回來 4的話再探測一下左邊 發現有3 又發現可以右邊走到底 那我們就下去再回來 左邊再下去不行 再退回來 退回來再退回來 到了2我們探測一下左邊 發現可以右邊走到底 太好了 那我們就下去 遇到XX那就退回來 1左邊探測一下 發現沒得走 退回來 退回2再退回5 回到根目路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DFSRight的便利方式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DFSRight的三種便利方式會長怎樣 我們的Preorder立馬印會有什麼結果呢 結果會是5 6 7 2 4 3 1 而這怎麼來的呢 就像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我們剛剛的路線就是5 6 7 退回來 2 4 3 退回來1 那 Inorder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以右邊為主的 所以我們的Inorder規則會有些變化 會變成右邊回來後印 所以最後我們會得到 7 6 4 3 2 1 非常有趣 整個數字相反從大到小回來 那我們這邊快速看一次 如果是右邊回來才印會有什麼狀況 這邊就第一個右邊回來7印出來 下去回來 又回到6 印6 下去回來 再回到5 印5 再下去 右邊走到底回來印4 再往左邊探測一下 右邊走到底回來印3 左邊探測一下回來回來 4回到2再把2印出來 2往左邊探測一下 發現可以右邊走到底太好了走下去 發現叉叉回來 回來之後再把1印出來 1再往左邊探測一下 遇到叉叉 那回來回來回來 結束 所以很有趣的是 同樣是一個Inorder的方式 一旦我們把DFS的方向 從左邊改到右邊 我們印出來的結果 就會整個相反變成從大到小 7654321 最後我們看到Post Order 規則是左邊回來的時候印 我們最後會得到 7634125 這邊也幫大家快速帶一次 5右邊走到底 遇到叉叉 退回來 7左邊探測一下 退回來 退回來後印7 再從7回到6 6左邊探測 遇到叉叉 回去印出6 再從6回到5 往2探測一下 發現右邊可以走到底 太好了衝下去 遇到叉叉 退回來 4再往3探測一下 發現右邊可以走到底 太好了 再回來 然後3再往左邊看一下 遇到叉叉 退回來 這邊又發生左邊回來 印出3 3回4再印出4 4再回2 2再往左邊探測一下 發現可以右邊走到底 太好了 衝下去 再回來 1往左邊探測一下 發現叉叉 回來 回來之後再把1給印出來 所以左邊結束了 1再回2 再把2印出來 2再回5 再把5印出來 最後回到根結點 最後我們就得到 7634125 這就是我們PostOrder最後的結果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個 BST Binary Search Tree 這個特別的數結構 首先我們問一個問題 BST是用DFS Left的方式實作 還是用Right呢? 大部分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文章 都會是用DFS Left的方式來實作 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傳統而已 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用DFS Right的方式來實作 比如說我們剛剛所做的例子 以左邊為主 左邊走到底的方式實作 我們會得到InOrder1234567 如果改成右邊為主 我們的InOrder 就會變成7654321 所以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選擇實作方式 傳統上用左邊只是一個習慣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中間偏左一點 那BST最基本的定義是什麼? 它最基本的定義就是 每一個節點 左邊的所有指節點的數字 都會比它小 而右邊呢都會比它大 所以這邊67大於5 左邊1234小於5 這樣就沒錯 那如果我們看到2呢 1小於2沒錯 3個4都大於2也沒錯 這樣就成立 而這整棵樹 都會照這樣的規則長下去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Binary Tree Traversal的介紹 那接著我們來進行BST的實作部分 我現在直接implement這個interface 然後把它要求的方法給實作出來 這邊我們會實作三種便利方式 Preorder Inorder Postorder 而我們實作的方式是DFS Left 以左邊走到底為主 我們過程會用到的Node 長下面這樣 會有一個Left 一個Right 還有一個Value 代表它裡面的數值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看到這個Preorder這邊 我要用的是遞回的方式 所以我要先準備它下一步要怎麼遞過去 我們先把這個方法名稱複製起來 那它首先要往左邊走 把NodeLeft放上去 左邊走到底之後我要往右邊走 所以把NodeRight放上去 那一直走什麼時候挺 所以我前面要放上一個 如果Node已經是到了一個XXNode的時候 那我就Return回去 那我的Preorder是什麼時候印出來 這個是立馬印的規則 所以我要再往左邊走之前就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邊我放上SystemOutPrint 然後把Node的Value值給印出來 後面接上一個空白好看一點 這樣 這樣其實我們就已經完成Preorder的實作 再來我們看到Inorder的實作 一樣複製它的方法 一樣做遞回先把下一步給決定好 這邊我們都是用DFSLeft的實作方式 所以先放上NodeLeft 左邊走到底之後 再往右邊走放上NodeRight 那最後一樣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最後遇到了一個XXNode 那我們就Return回去 那Inorder什麼時候印出來 Inorder的規則是左邊回來的時候印 複製這個SystemOut 貼在左邊回來之後印出來 這樣我們就完成Inorder的實作 再往下看 那PostOrder呢 一樣複製這個方法 再把下一步先決定好 DFS以左邊走到底為主 所以NodeLeft放上去 左邊走到底之後 再往右邊看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條 可以往左邊走到底的路 那最後一樣什麼時候結束 當我們遇到了XX的時候 我們就 結束 Return 那這邊我們先把SystemOut複製起來 PostOrder我們什麼時候印 PostOrder的規則是 右邊結束的時候印 我們放到從右邊回來之後 這邊印 那到這邊我們就完成 DFSLeft的三種便利方式 那接著我們到測試類別來 老師在這邊做了一個方法 GateBSTTraverse 它會給我們我們在觀念講解中 所拿到的那一顆樹 也就是這邊看到的這一顆 那我們拿到一個五維根目錄的樹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三個不同便利方式的方法中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按執行 可以看到我們的PreOrder拿到這一個 5214367 PostOrder呢 則是1342765 InOrder呢 則是最有趣的 1234567 那到這邊我們就成功驗證了 我們實作出了DFSLeft的三種便利方式 那我們這邊繼續 假設我們現在DFS要改的方向 我現在要以右邊為主 右邊走到底的方向 我們要改哪邊 直接從這邊修改 都先走右邊 然後右邊走到底之後 再往左邊走一下 其他方法也這樣改 先走右邊走到底 然後再往左邊探測一下 右邊走到底 走完再往左邊探測一下 探測看看有沒有另外一條 右邊的路可以走到底 那這樣我們就改好了 再回到我們的測試類別 再執行一次 可以看到這邊我們的InOrder 直接導過來 變成7654321 再回到我們實作類別 所以到這邊我們又完成了另外一種實作 這是我們是用DFSLeft 右邊走到底的方式 來實作三種便利方式 那以上是我們針對BST這個主題 便利方式的介紹 那本單元到這邊結束 新疏